OK,我们的蓝牙条马扫描器呢,不仅可以支持iOS的设备,那我们也可以支持所有的安卓蓝牙智能手机,那我这个手里拿的是一个摩托罗拉的HX4G的智能手机,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是如何连接的,那这个只要我们这个蓝牙的这个安卓手机带蓝牙功能,那我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扫描器都是可以连接的 那我可以现在给大家扫描一个条码,演示一下,这是一个条码卡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扫描数据会自动的传输到我们的,我现在开的一个记事本,所有的数据都会传输到这个记事本里边去 那这个扫描器呢,会非常方便的,把这个扫描器变成一个外置的蓝牙键盘,可以把数据扫描出去 那我们这个扫描器呢,不仅仅支持了所有的安卓智能手机呢 我们还可以支持安卓的平板,平板电脑我们也是可以支持的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使用我们的这个蓝牙条码扫描器和这个平板电脑进行连接 我手里拿的呢,这个是Google最新的一个Nexus 7这个平板 那这个平板电脑装的是安卓的最新的4.11的操作系统 那刚才我已经设置了一下,把这个我们的扫描器呢,连接到了这个平板电脑上面 那我开了一个Evernote这个笔记软件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扫描条码就可以直接变成一个把数据扫描到这个平板电脑里边去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所有的条码数据会自动的去进到平板电脑里边去 那OK,我这边有一个我们配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扫描背夹 那我把这个扫描背夹呢,直接可以装上去 那OK,装上去的之后呢 我可以把这个扫描器呢,扣在这个扫描背夹上面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小的 那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扫描这个条码 如果我们,我可以直接这样按在这个按键可以进行扫描 那我仍然可以呢,有另外两种方式出发扫描 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开发的一款蓝牙扫描器的键盘输入法 这上面有一个软的键盘,我们可以直接按在这个软的键盘上面就可以扫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现在并没有按这个扫描器啊 那数据也可以扫描 那我们还有一种出发方式是什么 就是可以直接按这个平板电脑或者手机的音量键 也可以进行出嘛,出发扫描 也就是说你可以有三种方式让这个条码扫描器进行工作 您可以找到一个您最适合的方式来进行工作 我们就能够看吧,我们去看看 不过来,不过来,不过来 我们其实就能够遮住